今年的入场人数创下了新高 门口排队领取门票的人群 从会议中心门口一直排到了Vinista道上 平均排队入场时间为两小时半 但高温酷暑不能阻挡动漫爱好者的狂热 排队人群中很多都穿着动漫服装 萝莉 蜗羊 各种Cosplay从场外就已经开始 此次动漫博览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动漫公司和周边产品厂家 以出品精美的动漫玩具厂商Good Smile人气绝顶 从世家的全球第一人气虚拟角色初音多款造型 到ComCom可爱的洛克人手办 从潜入游戏代表人物Konami Snake 到任天堂当红巨星塞尔达 每个手办都做工精致 表情微妙微笑 我们有很多奇妙的图片 在购买里面上有很多新的模特色 我们有很多东西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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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的动漫引领了世界动漫走势 这次 Daisuki 河内政治 Crunchy Row Faku等大牌动漫厂家 团书到场 现场每个展位都挤满了热情的动漫爱好者 每届的AX动漫博览会 不光有动漫厂家 日本的一些游戏厂家也搭柜 展示自己最新的动漫游戏 如世家的Sonic Boom 冰与火 半袋的龙珠 ComCom 的怪物猎人 逆转裁判等 都吸引了一大批动漫游戏迷住组 美国的动漫 从早期的米老鼠和唐老鸭开始 影响了全球一代又一代的儿童 如今的美国动漫 大量融入了日本动漫的元素 人设更细腻 光影更逼真 洛杉矶动漫博览 拉近了世界动漫业的距离 促进了日本优秀动漫 在美国本土的推广 形成了美国动漫文化的新局面 红红卫视引民 洛杉矶报道